人們經常用手機上網購物 查看氣象預報 或是發送短信等等 但是如果你有運動障礙 或者無法用手來操作手機時 怎麼辦 電子彎拍賣網站eBay的科學家 謝金榮 想要為一名無法用手及語音控制 手機的聲障實習生 找出一個可以在手機上購物的方法 他們想到了利用眼球運動 但是發現眼球運動並不順暢 於是他們換了另一種方式 這個想法讓頭部追蹤系統 Head Gaze 誕生了 它利用手機的相機來追蹤頭部的運動 除了讓同事能夠在網上購物 謝金榮說Head Gaze有潛力做更廣泛的應用 EBay表示他們決定將Head Gaze的原代碼公開 讓所有程序開發商都可以將這個技術 應用到自己的虛擬觸控產品中 Head Gaze 免手持操作系統的推廣應用 可能會徹底改變我們操作手機的方式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我hausoisку故意 我們和各位逛街寄 剛才轉很多目的 記錄 但拉航 感谢观看